我現在工作一個醫院 常常就會碰到女生會有這種 這類這種泌尿道的問題來求診 其實來的話都發現都是 很簡單的主述就是說 小便很急著想要去尿 可是有一種 不過下腹悶悶脹脹的 小便會著熱疼痛 我們一聽就覺得說 這個擔心就是 膀胱發炎泌尿道感染 那檢驗起來就發現 那我有一個患者 我就發現他只是單純的 泌尿道發炎 可能開抗生素治療 我幫他回推一下他的病例 他近三年的公司健康檢查 我就說你這樣子不對吧 或是什麼情況會導致 剛好健康檢查那天 就泌尿道發炎 怎麼多一個現象呢 我就問他說的生活習慣 其實他水分補充還尚可 可是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那一類的工作 必須要在 在我們園區裡面 每天早上上班前 就一關一關的消毒 穿上無塵衣 一進去就六個小時 穿脫出來很麻煩 就習慣性就憋尿 沒有就憋著 就不想要小便 那其實我們人憋尿的時候 就會把我們的膀胱的肌肉 神經都受到損害 那久了就變成 膀胱無力或是貧尿 那又不太敢喝水了 對 喝水就會想要血血尿 所以我們的泌尿系統 都是需要水分沖刷 我還想說 是不是一直去這樣訓練他 這樣脹很大 然後再尿這樣 他是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狀態 男生大概400cc的膀胱容量 女生大概500cc 那我們200cc的時候 就會有尿液感 他有的人一直忍忍忍 忍到800 1000是有 可是那真的會受損 四個小時就要上個洗手間 我們護理人員也很多 在跟診的時候跟一跟 我們就會說 我要去洗手間一下 你要不要也尿一下 因為有時候護士都常 跟診跟到膀胱炎 就跟個診 就膀胱發炎這樣 對大家都不好啊 所以就常建議說 大家大概四個小時 差不多就應該幾個尿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謝謝大家 還是按下鈴鐺 先按下鈴鐺 說明明 清燈 小意思 也請趁心